哇塞 这星转局的敌人实力这么猛的吗 直接把我们第一条命给干没了 有枪声 是人机吗 人机拿的是dp28机枪 我们过来找一下 人机呢 怎么找不到 这人机都不漏 我没动静 要小心一点 有可能是真人装的 段位越低 敌人打法越怪 找不到就算了 撤 继续发育 果然是真人 他在勾引我们呢 他在那个二层楼铁架上 昨天这里就趴了一个 没想到今天又趴一个 昨天那个是趴在门对面的拐角处 就是能打到门的位置 就我们雷丢的位置 但是 这个人好像没趴在这 再换个位置 他又不动了 不动我们怎么打 他不动就没办法 不知道他的精确位置 咱们也不可能翻上去 翻上去的话肯定就白给 看能不能再索可雷 嘿嘿 这人竟然还不想让我们走 非要让我们杀了他 等一下 隔壁有动静 先打隔壁的 不来人则疑 一来来俩 差点没打死 先打右边的 右边的死了 左边的敌人我们没秒掉那就算了 主要我们现在身上还是一级甲 追过去有可能会被他反杀 想办法看能不能把楼里这个老六给他弄死 这个人他目前是没有进攻欲望的 就算杀不死他 至少我们是不会死的 动了动了 敌人终于动了 一颗头顶顺暴 哇 没炸死 被栏杆反弹了一下 算了算了撤撤撤撤撤 弄不死他 急死个人 没办法 投资物太少了 这人属无归的 有这时间咱们还不如追空头找人打呢 看下这空头里面有什么 一把复合弓一把mg3把mg3拿上 这哥们牛啊 捡空头用腿好了 车都不开 闪人枪 左边横拉腰上拿下 快补 人头别被抢了 好家伙 差点被撞死 下方二层红楼有人 看到没 在二楼隔街 下来了 搞了半天原来是人机 有人在召唤超级空头 我们过去看一下 看到了就是他 中了一枪 爆头了 拿下 7杀 成为新的淘汰王 混头里面是一把法马斯和一把m200狙击枪 法马斯就不要了 把m200狙击枪拿上 下场还有12名敌人 剩下11个 说话间又死了一个 还有10名敌人 假如铺有人 丢 脚印看起来好像在墙角 有可能在墨箱子上面 拿了一个凑热闹的 先不管楼顶的 先把这个墨箱子上面的人给他炸死 什么情况 怎么炸不死呢 不在吗 怎么在这 现在再来解决头顶的敌人 再去 飞过运步 不行 飞行一用不了了 只能起码过去 11杀 有个小呆瓜 一决 嘿嘿嘿 超远狙击12杀 哎 又发现一个 撅 嘿嘿 13杀 打第一段局 撅还是很好用的 因为敌人总给机会 而且不爱动 一决就能暴头 高端局的话 感觉就不太好 那些高手都是动过来动过去的 打药的时候都不消停 蹲下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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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难决 现在场还有三名敌 进去的途中 死了一个 还有两名 m4的声音 一决 哎 没中 再决 这人还想跟我们对决 一发甩局 叫他做人 起码过去把他补掉 哇塞 这都被抢了 哇 好气 三哈最后一个 这老六真讨厌 这里拿的是消音 ak 不会吧 这人不会就刚才那个数不归的吧 应该不会这么巧 但也不好说 因为决赛权就刷在机场 如果他们遇到敌人的话 真有可能活到现在 以他这乌龟性格 死 哎 没这样死 再来 哎 还是没死 装不成啊 想装一波的 真丢了一颗雷 反而把他位置暴露了 嘿嘿 河垫小霸王 十次啥吃鸡 看看加多少分 加了七十分 不错不错 给的分挺多 成功镀截 不朽星座二